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3月18日 凤凰欲摧毁喷射击 澳洲职业联赛周五下午再度迎来角逐 届时威灵顿凤凰将做客牛卡速喷射击 M直播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加上两队上次交手 威灵顿凤凰就顺利迎波 看好威灵顿凤凰失忆再度笑纳胜利 牛卡速喷射击经济表现并不理想 联赛头15轮他们输足8场 副帅过半程十分离谱 米吉尔达特斯已经出尽全力带领球队 此子凭借8个联赛入球排在联赛神社首榜前列 只可惜球队防守端表现极其糟糕 目前牛卡速喷射击军场失球数达到了1.87球 是奥直连12队中军场失球数最多的队伍 攻防两端失去平衡 即使米吉尔达特斯在进攻端大厦四方 亦无法为球队带来胜利 近况方面 牛卡速喷射击同样不理想 他们正遭遇一波各项赛事无场不胜的尴尬战绩 目前甚至还苦苦吞下三连败 综上所述 牛卡速喷射击是一响赢颇巨难度 阵容方面 中场简达陆夫斯基因伤卷勤 威灵顿凤凤凰赛季整体发挥要比牛卡速喷射击出色 凭借21分的联赛积分 威灵顿凤凤凰排在联赛中游 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除此之外 威灵顿凤凤凰还有近况的优势 虽则球队上轮刚刚被布里斯本失后终止了不败今生 但在此之前球队取得过一波五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其中还多达四场进攻端每场最少入二球的进攻演出 苏迪尼奥和加利赫博士威灵顿凤凤凰的进攻一仗 这两人最近两轮联赛存在感十足 都曾取得过破门 而苏迪尼奥更是在上一次和牛卡速喷射击的对话中为球队首开记录 因此还是更为堪好威灵顿凤凰诗意能够做客取胜 阵容方面中场路话音商缺席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